我和我老公是在大学期间所认识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因为他在学校的表现出众 所以每次在我们颁奖典礼上 老师都会着重表扬他 这让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不但长得非常的帅气 而且人也很好 在学校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他 而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位 有一次我们班级举办了一个 大扫除活动 因为我老公和我是同班同学 所以在那次大扫除当中 我们两个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这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因为在大扫除期间 每个人都非常的积极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那是因为我要匆忙的去倒水 可就在这时 他竟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因为没有反应过来 就把整盆水都泼在了他的身上 当时他就变成了一个落塘机 我心想这下完了 他肯定对我非常的失望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抬起头面带微笑的对我说 没关系的 下次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就回到宿舍 去把衣服给换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我发誓一定要把他追到手 都说男追女 割作杀 女追男 割成杀 我追了我老公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答应了我 同时也让我非常的开心 于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一起去上课 放学之后 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 这让很多同学都非常的羡慕我们 并且也觉得我们两个人 就是天照地色的一对 在大学里 处处都有我们两个人美好的回忆 他对我很好 虽然我们在一起有过争吵 但每次吵完架之后 我们就会和好如初 也许这就是我们两个人 为什么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吧 随着大学生涯即将结束 我们两个人在双方父母的超伴下 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我们两个人生活得很幸福 在我们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就被检查出怀孕了 我原本以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会让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的幸福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我怀孕期间 我老公他竟然爱上了赌博 每天找出晚归 并且每次出去身上都会带很多的钱 可是晚上回来的时候都是书的金光 前几次我并没有去阻拦他 我觉得男人有一点兴趣爱好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 就是因为我对他的管束太过于松紧 从而让他现在变得更加厉害 甚至还会偷家里的银行卡 出去赌博 每次都是把所有的积蓄都输完了才回家 我们两个人 现在除了吵架 就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聊 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拿不出养孩子的钱 那一刻我特别的失望 心里很难受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的他 为什么和现在相比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有一次我因为公司有事就回来晚了 就在这时 我婆婆突然打电话告诉我孩子生病了 因为我当时在加班 就打电话给我老公说 让他帮忙回去照看一下孩子 我晚点再回去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 我却看见我的婆婆一个人在房间里带着孩子 我问婆婆孩子的爸爸去了哪里 我婆婆他并没有告诉我事情 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去赌博了 在那一刻我就对自己发誓 这种男人绝对要和他离婚 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不了我想要的一切 并且还会拖累我和孩子两个人 离开才是对我们两个人最好的选择 因为他让我和孩子每天都生活在悲痛的世界里 因为他让我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因为他让我在娘家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所以我一定要和他离婚 就这样第二天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了他的面前 并且告诉他 如果你不和我离婚 那么就等着法院来起诉你吧 在这一刻我的心意非常坚定 就是一定要和他离婚 我不管他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已经死了 我真的活得非常的累 我曾经给过他很多机会 但他却始终都不去改变 我觉得像这种人已经没有可救的方法了 所以通过这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可以告诉我们 一定要远离赌博 因为再好的家庭 也会因为你沉迷于赌博当中 而被你亲手给毁坏 同时伤害了最爱你的人 永远都不要在你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要 所以一定要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那段感情 感谢观看